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个很平凡的老人 不过在他身上却蕴藏了一种极不平凡的精神 对于一个74岁的老人来说 他完全应该在辛苦一生之后享受晚年的轻浮 可他不甘心这样做 他不想过一个碌碌无为的晚年 他要进行最后的一搏 以实现早已深埋在他心中的一个梦想 我爱好画 爱好画 小生年爱好画 看什么画就转不动了 看什么景也转不动了 你能做活生 看那几年 这画的多好 我终于都会想法 对于我母亲学画 对我印象比较久远的是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他带着我们上商店 如果他发现商店里 比方说枕套上或者是某一个装饰物上的图案很好 那么他下次再带我们去的时候 他就带着纸和笔 在人很多的很拥挤的情况下 他在那站着把这个画给磨下来 这件事给我们印象很深 他66岁那年 进入牡丹江老年大学 开始学习绘画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努力 老人在绘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曾多次参加省市级的画展 并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看着这些画 很难让人相信 他们是出自一个几乎是文盲的老人之手 那先生 女孩子不知道上学 男人能上学 女孩子不能上学 我父亲说 那送我去 让我去上了三天 送到学校去 三天 那个奶餐全都是奶餐 就我一个女儿 就是老四过了 放在他那炉子上 炕上 放个小抓子 他们一放学 奶餐又是笑又是骂 女孩上学 等这个又说 又说又骂 他过了两三天 一年提出来说 女孩又不能上学 一会儿回来了 回来我父亲说 三两年 送你到城里去念书 他不多两年 我父亲去世了 我这边的秘密是 他也那是啥呢 他也不信 他也想在绘画 灵意取得大纯粹 除了绘画以外 老人每天还坚持读书看报 以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这些年来 他凭着顽强的毅力 拿着字典 几乎是一字一查地 读完了《红楼梦》 《三观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 以优异的成绩 从老年大学毕业 年轻时候没学着啊 我是非常爱学习的 但是学不着 我也是那几年 非常心里特别烦躁 天天就是 不是就是身体也不好 老有病 本来从就是 也不能工作 也不能上学 也不能学习 然后呢 老年大学嘛 我说老了 还有这个上大学 我这可不该错过了 但是对我母亲学话 可以这样讲 我们全家都 不是太赞成了 从我父亲 和我们这些子女们 都认为 这件事情 我们的态度是不屑一顾 觉得没有十分的必要 投入这么大的精力 但是看到我母亲 是非常认真的 非常投入的 老人学话 所面临的另一个困难 就是生活上的压力 由于子女们 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情 有的不在身边 所以买菜 做饭 这些日常的家务劳动 都落到他一个人的身上 他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儿子 需要他照顾 每天他要把这些活都忙完之后 才有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 他顽强地支撑 因为家务活 因为种种原因 因为我母亲的生活 也是很不容易的 特别是在她学习绘画以后 我父亲患了老年病 很重 特别是我父亲 是去年1月12号去世的 至今已经是一年了 在她 从她逝世之前 这将近五多年的时间里了 她的始终是患病很重啊 特别是距离临终前的一年 多都是误床 尽管遇到了这些困难和阻碍 但她一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反而更增强了她的决心和勇气 一定要把这黄昏时刻的夕阳 描绘得更加灿烂 这不禁使人发问 这种强大的动力来自何处呢 仅仅是来自老人儿时就怀有的那个梦想吗 我觉得她最大的动静呢 她就要是十点自信的价值 关于她自己这个 在幼年时代对艺术这种追求 那种久远山村文化 对她的一些影响 她谈了许多 我们学到点东西 也不往来是来活一趟 我就这么个意思 外面白活了 什么还没学着 这么大岁数学那有什么用 我说我可不是那么想 我最后来活一天我就学一天 看来在殷秀明这位纯朴的老人身上 印证了一个人世间很普通的道理 那就是人活在世上 仅仅吃饱穿暖是不够的 人只有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才能安居 这些年来她从世上的这些艺术活动以后呢 感觉她似乎从眼神当中就能看见 她有很大的追求 得到了一种满足 从学化以后 就身体好了 人好了 病也好了 就是心灵中影了 就是高兴的事了 老伴儿去世后 殷秀明便随着大女儿从牡丹江来到了北京 今年春天 北京石井山区老年书画协会举办迎春书画展 邀请她参加 这是她第一次在北京参加画展 画展开幕那天 小外孙陪着她来看画展 这次呢 殷老师参加我们是参加了一幅牡丹 时间也比较紧 也来不及那什么 也来不及那种 所以就是迎春书画展 我通知殷老师的时候 殷老师挺叽叽挺热情的 说那我赶紧画赶紧画赶紧送 我帮她赶紧表了以后就挂出来了 是画得还不错的 老同志搞书画 主要是一个健身 延年 我们的自己的说法吧 我们晚年的生活的一个精神支柱之一吧 由于她的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因此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部分作品已被收入当代书画名家精英大典 全国书画作品精选等书画集中 这是最让老人感到安慰的了 剪纸对老人来说是最拿手的 年轻的时候 她就学会了剪纸 后来为生计所迫就没再剪 学画以后 她又把这门手艺剪起来 随着绘画和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 她的剪纸记忆也日趋精湛 去年 在日本举办了中国民间艺术展 她的剪纸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1月25号 对殷秀明老人来说是高兴的一天 今天啊 二女儿陪她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商谈有关出书事宜 出版一本自己的剪纸作品集 这也是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她的正义心愿就要实现了 此时此刻 她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这也是老人多年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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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